總統你民調一直掉你知道嗎 聽到問題蔡總統這次似乎走得特別快 上任兩個月以來不滿意民調不斷往上升 台灣智庫又公布最新數據 蔡總統的滿意度雖然維持至少有49% 但是不滿意度從剛任職的12.5%上升到22.6% 7月更來到36% 學者認為正跟未表態民眾減少有關 那個沒有表態的沒有意見的 可能轉向這個不滿意這樣的一個發展 有看到這樣的情形 不只蔡總統行政院長林全的滿意度 也有同樣的現象 雖然林全7月的滿意度從42.7%升到45.1% 稍稍回穩 但是不滿意度上升的速度還是比較快 達到39.5%直逼滿意度 這個蜜月期是真的結束了 它好像有點藍綠歸對 那甚至因為黨產條例的關係 是不是已經急化 那好消息是泛育對她的支持還是非常的穩定 當初蔡英文上任突破的藍綠門檻 如今出現回歸跡象 學者建議蔡英文多推動超越黨派議題 總統府也回應任何民調數字都會參考 用心傾聽推動改革來回應國人期待 一段TV另外一位是黃宇辰台北報導